今天啊,我們要來河邊釣魚 來岸邊啊,玩玩路亞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好收穫 因為今天的風比較大 然後我特意找了一個那個背風的地方 水上的波紋也比較大 所以我就先用這個鐵板然後沉水的去探一下 看看下面有沒有魚 這個組裝很簡單,快拆了別針 然後給它扣上去,那前面這條通名就是前導 那前導上面我是用P1 1.5號來當主線 1.5號對河裡這些魚已經足夠了,已經很強了 是沒有拉魚拉到斷,通常都是掛底,掛到斷掉拉斷 好那我們就來試試吧 整體的環境就像這樣 在河道裡面 後面就是大馬路了 那我們來泡我們的第一竿看看 這個河道裡面啊,下面也是有一些石頭障礙物 所以也是有掛底的可能 我們就隨意的玩玩 如果這鐵板掛底了,我們就玩水面戲了 那這個鐵板操作很簡單 拋出去啊 讓它沉到底也可以 不沉底也行 那我現在是玩沉底的 到底了以後 這樣小跳一下 搜尋啊,底部的魚 那這是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方法也可以連續抽 讓它浮在水上 這樣子就比較不會掛底 那就搜尋中間啊 或是表面的泳沉的魚囉 那你如果想要讓它沉到底 那你就直接再放鬆 它就到底了 其實就是保持以上這些動作啊 有魚它就會咬上來了 兩種啊,隨意的配合 啊 對 你好 漂亮 有魚 现在的潮水啊是涨到最满 那我们就大概钓个三个小时吧 钓到那个潮水出去到一半 我们就收工了 如果已经感觉捲到快岸边的时候 就不要让它沉太久 因为通常岸边的那些小碎石头啊 障碍物会比较多 比较容易挂底 所以到岸边的时候就尽快的给它捲回来 脱钩了 刚刚那一只是猛的 收在那个水中层的时候啊来咬了 没有咬好脱钩了可惜了刚刚那一只 再来 在水中层种的那种鱼啊 通常都 那种爆发力啊都很强啊就一口就咬上来那种冲劲 很不一样 玩那个鹿牙啊 鱼来咬的时候啊又给它跑掉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可惜 因为玩鹿牙的应该都知道 你甩了好几次就好不容易来了一口 然后又没咬到没有把握住的时候 那种感觉就觉得很可惜 没有那种脱钩啊 没有把握大的鱼啊 通常感觉都它都很大 没有钓大的鱼都感觉是很大的鱼 我们就再接再例吧 撞了撞了 撞了撞了 但雨不大 没有什么冲劲 我觉得是应该是平头啊 Fried Hat 因为这个鱼在这边蛮多的 小看它了 这个鱼有点重量哦 到底是什么呢我都很期待 哇哦是平头看到了 底型比较大的平头 等一下哦 我去拿一个 直接把它盪上来 这个就不用触动我的网子了 哇这只挺大的 给它放上来 先去旁边啊 看看这条多大 你走开 你先先去旁边啊 这条啊快50公分了 刚开始中雨的时候啊 我还以为是铁板自己打结了 因为它就死死的嘛 没有什么冲劲 但我卷了两三圈以后 它才开始冲 这只啊 可以把它带回家 看看 这铁板重 这个鱼啊 两边这个有刺啊 抓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没有带钱 就翻过来了 这是正吃啊 直接吃到那个尾巴那一沟啊 这只正吃啊 那侧边又勾到他身上 正吃到那个下面 这个不错挺大的 这比我的脚还大了 这个 是 接近50公分 差不多 最宽的地方都快五指了 没错 这只就把它收了 就是回家做生鱼片 然后头 就拿来煮汤 但是啊 回家之前先给他 放一点血 没错 我现在就给他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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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